第六百集 扎文斌看着自己手中的罗盘说道 这口棺的位置在丁吉星的最后一颗 根据下葬的年月和地理推算 此处是以三煞结位 三煞结呢是阴气源泉 周遭方圆五百里内的阴煞之气 皆是从此处而来 放一具棺木在此 本想着关中之人日夜遭受煞气侵蚀 肯定早已失变 如今看先祖没有失变的迹象 那就是这口棺材的功劳 所谓三煞 银五须合伙局 火望于南方 北方乃其冲 为三煞 亥为结煞 子为栽煞 丑为碎煞 也称木库煞 这地儿按理来说是不得下葬的 差了一丝一毫 必定犯煞而绝后 更别谈几百年荣耀了 不过我想 也正是如此 那位高人来了个以毒攻毒 三煞全战 恰好堵住了下方明龙的出口 化阴为阳 化煞为福 那明龙呢 日夜以阴气煞气 撞击这口棺材 虽然水晶有天然的辟邪驱煞能力 但是水滴石穿 日子久了 终究会破 那人算的这口棺材 能维持到哪一天 于是便有了今日挪关千坟之说 唐远山懂些易经 听了扎文斌的分析 也觉得有道理 心中也犯了难 哪动不得 岂不是眼睁睁地 看着明龙入室 丑子 现在几点 早上八点三十五分 还有七个小时左右 傍晚六点 月亮出现之时 这口棺材 怕是要逐渐破了 我们要等 抢在完全破裂的那一瞬间 明龙挣脱的力气 也会是最大 抢在这个时候 一击必杀 素素不解地问 文斌哥哥 这世上真的有龙吗 或许有吧 对我来说 龙就是一股气势 有的人看到了 有的人则看不到 就像风水 看似无形 却又无处不在 卓雄 大山 看着点超赞 我去打个盹 有点乏 扎文斌 靠着一块石头睡了 从下来的时候 他就努力地 撑着自己的眼皮 好困啊 经历真的是 不如过往的时候了 迷迷糊糊的 就睡了 睡着睡着 他觉得有东西 滴在了脸上 黏糊糊的 顺手一摸 一股兴气直冲脑门 一下子 人就醒了过来 摊手一看 一团血红 一张丑陋的脸正对着自己 他的五官已经腐烂 按个眼球 正挂在脸上 白色的蛆虫 正从鼻孔里爬出 又在嘴巴里 钻了进去 僵尸 这是扎文斌的 第一个反应 但是他着手去拿 七星剑的时候 却发现剑已经不在了 再看 自己的剑 正背在那个人的背上 他就这么近距离地 看着自己 裂开的嘴一笑 三两个蛆虫掉了下来 正中扎文斌的脸 那虫子和皮肤接触之后 还在蠕动 扎文斌往后挪了几步 再看 抄子大山卓雄 还有素素和唐远山 正在昏睡 四周几盏跳动的烛火 略显苍凉 那个人没有追过来 而是静静地在原地 看着扎文斌 开口说道 你终于来了 你是谁 扎文斌一模 自己的乾坤袋 也不知了去向 那人哈哈大笑道 接着扎文斌就觉得 自己的视线 开始变得模糊 他不得不使劲地 摇晃着自己的脑袋 在再次睁开眼的时候 那个人还在原地 只是他脸上那些腐烂的皮肤 不见了 一个身着道袍的男子 正盘坐在自己的身前 他的头发散落 皮肤有黑 略显消瘦的眼眶 看着有几分深邃 我等你很久了 你比我要有处理 可是我们终于一样 逃不过命运的弯弄 所以啊 你比我活得更累 见到他的真容 扎文斌反而淡定了 等我 又何必呢 你是想告诉我 我死了之后 也是和你一样吗 不是吗 都一样八百年 谈制一回间 我以为你会比我聪明 没想到还是走上去这条路 我们住地都是这一档的结局 所以你找了这么个地方 以为这样就可以了 我以为是这样 没想到我还是算错了 一开始就没有魂的人 怎么又会再和再少一破呢 所以我们世代都在煎熬 你和他 那个我见过的人一样 你们都以为自己是对的 我和你们不同 我一直在抗争 我没有任命 没有任命 那你以为自己还很长吗 要不到了这个份儿 我也不可能能见到你 是啊 见到自己的前世 多么让人觉得害怕的一件事啊 可是我不意外 每一世的我们 都不会轮回 只会在土里 看着自己腐烂 受尽煎熬 这是一开始 就注定的吧 啊 我们和那些 躺在地上的人不同 我们都是可悲的复制品 三魂七不不全 入图得不了了安 可以告诉我吗 你已经比我还要我的前世和后世出色了 你很了解 至少这把剑已经不懂了 从第一世纪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 这世纪的万物都处有阴阳无形的 生于自然 毁于自然 生老病死 一切都在命理之中 而我们不懂 我们是被凭空创造出来的 是天地所不能接纳的 由于天刚常立 是是过不的存在 所以 每一世的我们 都是天上无形 受尽了天地的禄 天地故意让我们去了解 让我们在明明中 接触到 知道道越多 也就是越痛苦 也就是越想逃 可是 以后怎么能逃得掉呢 我等待了八百年 终于等到你 也证实了我心中的疑惑 什么疑惑 证实了我们的存在 什么是我们 那个人起身指着扎文斌说道 我和你 还有更多的他 我们都是来自最初的那颗种子 一直在延续 前一世的那个 却并没有最后轮回消失 日月有多久 就会有多少个我和你 这个答案 我等了整整八百年 一直到看见你的道理 扎文斌也起身道 那你找的可真够久的 我花了十年 你已经是我见过的第五位了 不过 你是唯一一位能预测到我来的人 看来 我们一直在突破 不是吗 或许到了我这一代 一切都会结束 你叫什么 我叫扎文斌 如果您喜欢本书啊 拜托您帮忙分享到您的朋友圈 让更多的朋友发现它吧 好了 我们下集再见 第六百零一集 那人黑黑地笑着 他笑得有些苍白 文武生辰的好名字 但是你的那个姓更像是一口棺材 向儿的日更像是棺材板堂的鼓上 你将来会葬在一棵树下 谢谢前辈的指点 不过 我应该怎么样称呼你呢 成呼 怎么样都行 名字不过是一个代号罢了 我已经忘记了 你埋在哪里啊 是在这儿吗 我想我或许可以帮你挪动一下 这个位置的气数马上就要进了 不用了 我已经习惯了 我已经习惯了 倒是你早点走吧 天道轮回事实有不常 我和你还有他们都不属于这个事情 我们可以呼吸不可以死亡 却无法重生 活着还是死去 对于每一世的我们都是无比的坚硬 好自为之 那人影越来越远 越来越模糊 慢慢的他退向了那口透明的水晶棺材 闷闷的扎文斌的眼睛再次合上 醒醒 文斌哥 醒醒 大山在拍打着扎文斌 他已经睡了整整五个小时了 期间不停地摇晃着脑袋 身体时不时地抽搐 看着有些吓人 这样持续的喊叫已经有很久了 掐人钟 灌水各种法子都试了 扎文斌就是醒不过来 你是愿意看着自己腐了 还是永远的闭上眼睛 这两个问题在扎文斌的梦眼里挥之不去 你是天上无形 日代都将无法完整的轮回 你不属于这个世界 这些声音不停地在耳畔响起 呼的一声 扎文斌猛地坐了起来 伴随着的是他满头的大汗 浑身的衣服湿得和水里捞起来的一样 醒了 醒了 终于醒了 没事了 我睡了多久 臭子对了一下手表说道 六个半小时 预计傍晚六点还有半个小时 你怎么样 看你满头大汗 叫都叫不行 没事 扶起来站一会儿 盯着那口棺材 他满脑子都是最后的那个画面 那个男人慢慢地退向了那口棺材 不知道为什么他突然有了一个想法 那棺材里埋的到底是谁啊 这会儿 几个壮汉已经用绳索把棺材捆了个结实 上方原本窄小的道洞 也在过去几个小时被拖宽 只要一切顺利 最后棺材将在半个小时之后 被抬出这层老坟 现在只等他扎文斌开口了 但是扎文斌却在努力地 搜索着刚才的那个影子 时间差不多了 是不是该 抄子提醒道 把那两只雏鸟给我 扎文斌接过那两只奄奄一息的雏鸟 先是在地上画了一个巨大的太极图 两只雏鸟分别放在了两只鱼眼中 东南西北各有一枚令旗 又选了抄子大山 卓雄和一位唐家的大汉坐在令旗前面 双腿交叉 双手向上 食指交叉 中指互相抵抗向上 这是一个五月印 每个人的中指都被一根红线 缠在了自己所处方位的令旗上 除非线断 否则人不能挪动 中间的位置呢 也就是两只雏鸟的中间 则是扎文斌 用墨斗绕着四个男人打了个结界 这个结界就是道教最为著名的阵法 天纲浮摩阵 以八门为庄 每个男人则以五月绝 让自己处于临危不动的状态 犹如泰山稳坐 一人守住两门 木斗线依此从单腿之间绕过 最终汇集到了中间 形成了一个圈 这个圈呢是个活套 不过脸盆大小 套在扎文斌的双腿之间 此刻他既是阵中影子 又是个陷阱 要的就是那条明龙直扑自己而来 一定要抢在那股煞气 直中自己的前一秒 跳出圈外 外面四个男人 则同时向四个方向奔跑 刺扣会在一瞬间拉紧 天下五月象征着神州大地 汇集五月之地 围困至阴劫煞 或许会有五成把握 成与不成 皆在配合 地面上洒满了石灰 而撬动棺材的事呢 交给了唐远山和他另外一个手下 扎文斌默默地倒数着时间 一 二 三 突然他大叫了一声 奇观 轰隆一声 巨大的水晶棺拔地而起 接着 一阵风猛地从棺底冲出 那力道真当如三千铁骑 侧马呼啸而过 把唐远山和素素一并甩得老远 呼呼的一声容莹之声响起来了 接着大地开始摇晃 被拿掉的棺材底部 慢慢地向四周开垫 犹如春笋破土一般 乱石纷纷如雨坠落 抄子的头部重了一石 当即血流如注 扎文斌趁机将手中的一枚火折子 丢向了一只雏鸟 那鸟吃了痛 鸣叫了一声 只见那阵风啊 瞬间调转风向 直扑那阵法中间而来 地上的石灰瞬间飞飞扬扬 一道犹如蛇形般的痕迹 蜿蜒而来 此时扎文斌站起身来 手举七香剑 做事就是击杀剩余的那只雏鸟 刹那间一股强劲的力道凭空而至 扎文斌只觉得胸口被万斤巨石砸中 嗓子一甜 一股鲜血从内部汹涌而出 隐约就有喷洒的迹象 说时迟那时快 他单手用剑撑着地面 迅速从怀里掏出了一根已经搓好的草绳 这绳啊有两脚 分明就是条龙的模样 朝脚下的圈内一丢 鼓起一口气猛的向外一扑 同时大喊了一声跑 这一声跑喊的呀夹杂着液体和唾沫 鲜血终于再也憋不住了 当他的身体再一次和大地接触的时候 胸部一阵几乎要命的疼痛便传遍了全身 一根断裂的肋骨斜着刺入了肺中 四个男人拔地而起 牵着手中的木斗狂奔 原本平方的地上的线条瞬间被抬起 接着这股力道 那条草龙也被一并甩起 然后慢慢地落下 那个火口在刹那间被收拢 同时草龙也开始落地 他穿过了那个火口 就要在落地的一瞬间 火口锁住了 墨斗线不偏不已地锁住了 那条草龙的脖子 他被凌空悬在了扎文斌的身后 天罡伏魔阵成功了 可是没想到的是 唐远山的那个手下奔跑并没有停止 或许他是怕了 或许这根本就是缺乏默契 他还在用力朝着自己的方向奔跑 木斗线只是用压麻搓成的细线 他的承受力又怎么禁得住一个壮汉的拉扯呢 啪的一声 陷断了 紧绷的风筝终于挣脱了 他即将离开人的控制 下一秒就会飞出天地宇宙 内声弦断的声音敲在每个人的心头 也把痛得几乎就要昏过去的扎文斌 再一次拉了起来 他啊的大叫了一声 也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力气 单手撑着大地 身子一跃翻转只听扑斥一声 肋骨插得更深了 他的血如同唐溪一样 从嘴唇流到了下巴 又顺着下巴流向了脖子 在背部着地之前 他看到了墨斗县即将散阵 那条草笼也将落地 一切功亏一篑 如果大家喜欢这张专辑的话 拜托大家在听书的时候帮忙点点赞 好了 我们下集再见 第六百零二集 不过那还是扎文斌马 七星剑被狠狠地用力投掷了出去 呼啸的剑穿透了草笼的喉咙 又呼啸着飞向了那口水晶棺 咔嚓一声半个剑身没住了棺材 颤抖的剑柄还在诉说着 这最后一击的力量 是人还是神呢 咚的一声 扎文斌再也爬不起来了 紧接着只哗啦一声 棺材应声爆裂 青城山上古朴的壮钟 开始敲响了 这是一天即将结束 天色尚早 有很多人正在自家院子里 吃着剩下的晚饭 哈哈 有流星啊 孩子们欢快地叫道 天空的西边划过了一道闪光 尾巴拖得很长 朝着青城山的后方飞了过去 那座山上随即火光冲天 撞击的声音让整个巴蜀大地都开始颤抖 啊 地震了 人们惊叫着四下逃窜 谁也没有留意到有几道青光 如同鬼魅一般地向着天空的东方飞去 那他死了吗 听到这里 我很好奇地问何图 在我的印象里 一个人的肺部被肋骨戳穿 他活下来的机会应该很小 何图喝了口茶 对我笑笑说道 没有 他奇迹一般地活下来 而且是两天后才被送到医院 没有人能解释他为什么能活这么长时间 或许抄子的紧急手术也救了他一命 从那以后呢 那口棺材破了 里面到底有什么呀 那是他们告诉我的 后来就如同那幅画里描述的那样 那是怎么样啊 何图点了一根烟 抽了口说道 天色不早了 去睡吧 明天我会告诉你答案 张文斌是一个极其特殊的存在 这世间的万物都有个起源 或来自自然的演变 或来自于生物的进化 天道轮回 万物生于阴阳 皆逃不过一个命数 这个世界因为有了阴阳 所以才有了白天和黑夜 有了阳间和阴间 有了男人和女人 任何一件事物都有其对立面 这样才符合整个世界的架构 突然有一天 有人利用超越游戏规则的漏洞 凭空制造出了一个人 那么这个人又属于这个世界吗 答案是矛盾的 他既然来到了这个世界 那他就应该属于这个世界 但是呢 他又不是遵守这个世界自然到来的 阴和阳 这是一个对立面 就像一架天平 各属于两端 它们维持着整个世界的平等 这个世界已经运转了太久太久 从它诞生的那一刻起 便是这样 突然有一天 在阳的这个端口 凭空多出了一个人 那么这架太平 自然就会发生倾斜 但是老天是不会允许这个倾斜产生的 于是在阴的那头 有了一个地魂的产生 这个地魂呢 是天地孕育的 它相当于一个配重器 虽然暂时解决了阴阳平衡的问题 但多出的这个人 就犹如都是鸭子的队伍里 多出了一只鸡 女娲造人 那是上古时代的传说 已经无法考证了 但是那个天纵奇才 却一下子造了两个人 其中一个还是失败的复制品 于是天地怒了 已经拥有地魂的人可以轮回 所以第一式的扎文兵偷胎了 第二式的他 毕竟是一个相对完整的人 但是天地呢 却不能容忍 那就有了天傻孤星的结 他们不允许这样的人 拥有自己的后裔 那对天地来说 又是一个未知的领域 凭空多处的人 如果繁衍了自己的后代 那这些后代 是否又是凭空多处来的呢 第二代的扎文兵 命犯天煞孤星 他死的时候 一个难题产生了 人有魂 其魂有三 一为天魂 二为地魂 三为命魂 人呢 又有魄 其魄有七 一魄冲天 二魄灵慧 三魄为气 四魄为力 五魄中枢 六魄为精 七魄为英 人的命魂 透过七魄中的天冲灵慧魄 主思想 主智慧 透过气力二魄和中枢魄 主行动 透过精英二魄 主身体 主健康 为中枢一魄 乃为七魄的中心 命魂就依附于七个脉轮之上 在人身外部 则是因天魂之阳 与地魂之阴交合 成命魂 所以先有阴阳 后才有命 一命呜呼 阴阳两格 我们常说的命运一词 是要拆开来看的 运是由人的天地二魂联合 主一个人的命好坏和强弱 命则是人的命魂 无命则魂散 有命才能支持 自身的天地二魂 行运的旺盛与兴衰 这三魂相合 则是主人无形的命运 运由命所主 命由运所发 运无形而命有形 这是常人的构成 所以命运皆是可测诞 道正是窥破了 这其中的玄机 才有算命一说 天地二魂的聚合 产生命魂而生人 命魂终结时又分出阴阳 并回归天地 这是一个完整的轮回 天魂主光 地魂则是天魂的光 照射在人的命魂之上 所形成的影子 所以地魂又称为影魂 鬼之所以没有影子 就是因为他的地魂散了 他怕光是因为他的主魂散了 只剩下一口怨气的命魂 在苦苦支撑 第一世的扎文斌出生的时候 天地是有光的 它是个实质物体 灯光照射到他的时候 就自然会有影子 有影子呢 就自然有了地魂 所以他三魂缺二 不能称之为人 但是有了地魂 他就可以轮回 于是天给了准备下意识的天魂 也就是天煞孤星 作为照亮他影子的光 第二世的扎文斌出生了 从成长一直到死亡 他的地魂是属于这个世界的 所以又继续去轮回了 但是他的天魂呢 天煞孤星依旧高挂在天空 他的一半生命来自于自然 而另一半则来自于超自然 于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发生了 他死后命魂不会消散 为什么不会消散呢 因为天煞孤星永远都在 所以每一世的扎文斌死后 都会投胎轮回 但是他上一世的命魂又不会散 因为他根本就不是人 人死后若是化成了鬼 则他的地魂会有感应 三魂没有彻底分离 于是不能投胎 但是他不同 他的地魂是因天煞而生 和他本身并无关联 无论他的身体修炼到如何的强大 他的影子都是天煞孤星的跟随 正所谓无光不成影 无影不成像 反过来理解 光是成像的一切源头 这道光只要在 像又怎么散得了呢 没有比亲眼看见自己的尸体 慢慢地在泥土里腐烂 而无能为力 更加痛苦的了 而他的第一世地魂 就是因道法而生 所以每一世的扎文斌 都会与道结下不解之缘 他因道而生 也因道而死 只要一见到光 影子产生 那么命运就会重复 悲剧将会轮回 于是 同宗同源的力量 开始引导扎文斌 逐渐去寻找他们 经过漫长岁月的悟道 已经有越来越多的 经常出现过的扎文斌 参透了其中的缘由 他们想告诉他 你应该怎么做 只要有其中一世的扎文斌 破了天煞孤星节 那么前世的他们 自然也就解脱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您有什么想说的 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留言 我在评论区等着大家 好了 下集再见 第603集 要破这个局 并非无可能 那便是 从他一出生的时候 便被送入一个 永远见不到光大黑暗世界里 可是谁能在 还是婴孩的时候 就能做到这一点呢 你又怎么能判断出 你的下意识 是何时何地 出现在哪里呢 其实啊 扎文斌早已经 参透了破解的办法 在他完全看到了 那本如意册之后 只是他不能 他也不想 时间再一次 拉回到三千年前的蜀山 凡古开天地 毕竟第一代昆仑神话之后 最有天赋的人出现了 他是第二代神话 也就是蜀山神话的毁灭者 他就是那个 戴着黄金面具 不死不灭的神 也同样是一个恶魔 道分三界 天 鬼 人 三界大门的关闭 让天鬼二道逐渐是微 人间道成了唯一能够晋升天地的通路 而这位天才一人竟然参透了三道 继而成为天下第一人 扶桑神术的出现 让女娲造人的神话得以重现人间 此人打算再创造出另外一个神话 一个由他创造的神话 人有三魂 若是对应的魂分修三道 又是怎样呢 此人精通三道法门 所谓万法归一 殊途同归 道无不在处处显化 于是第一个复制品就出现了 他就是第一世的扎文兵 一件被当作垃圾丢掉的失败品 第二件成功了 按照仪器划三清的思路 天地人三魂显现 分别各修三道 因为有自己这面镜子 每一魂修炼速度之快 大大超越常人 以至于最后他们的思维和他 已经截然不同 他犯了一个最大的错误 万物可以有你 但是你不是万物 在道这条路上 永远不会有尽头 他的成功 仅仅是建立在 当时他所处的时代巅峰而已 没有永远存在的巅峰 神最终都是被用来打败的 这一斗就是三千年 从三魂各自斗 到了三魂联合起来与他斗 这些人与扎文斌 还有扎文斌的前世们 说到底都是同一个人 本是同根生 相间何太极啊 很多天后 扎文斌醒来了 他做了一个很长的梦 梦中一位老人划着船 在那望穿河上笑盈盈地看着自己 桥上多了一个人 那个人他见过 在封冤 在桥上有一个女子正缓步走过 那个女子生得好生娇媚 押送她的不是黑白无常 而是一位身着轻衣的男子 而他扎文斌呢 就在桥的这一头 这个梦无数次出现在他的脑海里 这个梦自从他参破了如意策的那天起 就注定会出现 只是他不想 他也不能 而现今他不得不面对 这个梦终于还是要来了 这是最后的机会 那个划船的老人对他说道 他知道那位老人没有说谎 十年的时间马上就要到了 扎文斌说得很干脆 让他走 这就是你的选择 桥上的轻衣男子有些不满 这一天他等了太久了 我 不后悔 睁开眼 一缕光 白色刺鼻的药味 让扎文斌皱了眉头 吸气 胸部会传来时有时无的阵痛 这已经是入院的第三个月了 今天可以回家休养了 三个月前 省城博物馆迎来了一批外宾 冷依然是这次活动的接待 负责讲解博物馆里的藏品 本来是有场晚宴要他参加的 但是对于应酬 他向来是不感兴趣 博物馆的地下一楼 有一间很大的仓库 仓库里堆放的都是一些刚被送来的文物 有些呢需要鉴定 有些需要清理 有些则等待修复 这种活呢是个细活 一件藏品从出土到餐展 往往需要花上几个月的时间 仓库的边上有一间办公室 过去是冷老的 干这门手艺啊 通常需要加班 冷老就在这间小办公室里 搭了个单人床 现在冷依然呢就住在这儿 他的手上有一件新工作 在浙西北的大山里 有几个古墓被盗 考古队进行了一次抢救性发掘 不知道是何种原因 那些盗墓贼一个也没能走出古墓 全都闷死在了古墓里 这件事啊 引起了上面的高度关注 出土的文物里头 有一口描着凤凰的棺材 保存的相当完好 抬起时可以听到棺材里头有水声 当局判断 这很有可能是我省首次发现尸时 从年代看 至少有一千年的历史 这口棺材昨天就被送到了博物馆的地下室 而冷依然的工作呢 就是要用仪器扫描出棺内可能存在的尸体和陪葬品 七八月的天气 博物馆的地下室却异常阴朗 淡白色的灯光微微跳动 冷依然特地回去批了一件博外套 棺材已经被放在了仪器的传输袋上 现代科技要做到最大程度的保护文物 按下按钮 机器开动 传送袋缓缓地把棺材送入仪器 隔着玻璃的这一头是分析室 冷依然紧盯着电脑的屏幕 X光机成像可以清晰地把棺材里面的东西传到电脑上 屏幕上一具尸体的图像清晰可变 计算机在第一时间分析了身高和轮廓 是一位身高在一米六左右的女性 尸体保存得相当完好 她的面部朝上四肢平放 棺材里似乎没什么陪葬品 敲下回车键 这份图像将会被打印出来 她只需要把报告放在所长的桌子上 今天的工作就可以结束了 嘀的一声 这打印机传来了一阵嘈杂 冷依然过去一瞧 哟 是卡纸了 这老爷后 有此机 也不知道换一台新的 一边嘀咕着 她一边掏出那张卡住的纸张 纸张缓缓地被打印了出来 因为纸张刚被卡过 所以有些褶皱 她心想道 啊 新拉的所长可不像父亲那么好说话 还是再重新打一张吧 嗯 好了 搞定 拿着新的那张图 冷依然拿起笔 准备签上自己的大名 嗯 笔呢 她自言自语道 看着乱糟糟的桌子一通翻 原来是被刚才那张废纸给盖住了 拿起那张有褶皱的报告 冷依然准备把它当作废纸处理掉 准备揉搓的时候 脑子里突然闪过了一个画面 好像哪里有些不对劲 她抓起那张后处的打印报告一看 果然 第一张纸虽然有褶皱 但是却丝毫没有影响成像画面 画面上的那具尸体是平躺着 双手交叉放在腹部 而第二张纸 也就是刚出来的那一张 拿出来一比对 尸体还是平躺着的 但是双手却放在了身体两侧 前后相差不过两分钟 手的位置发生了变化 冷依然可以保证 这两分钟内 那口棺材就在X光机里头 没有发生任何移动 啪的一声 电灯呼闪了一下后熄灭了 冷依然慌忙地在桌子上搜索着 找到手电 打开 朝着出口快步走去 她觉得 今天送来的棺材 肯定是有问题的 我们下集再见 第六百零四集 检测室的门是磨砂的玻璃做的 手电筒的灯光扫过 一个人影出现在了玻璃外面 这么晚了 应该没有人了 冷依然紧紧地拿着手电 往后退了几步 哄哄的一声 屋里门爆裂了 地下室传来了一声尖叫 第二天 人们发现了昏迷在检测室的她 被送到医院后 医生也束手无策 她和扎文斌相隔了一天 住进了同一家医院 都处于昏迷之中 一个星期后 扎文斌醒了 几乎是在同一时间 她也醒了 这一个星期 冷依然也做了个梦 一个好长的梦 她梦到 一个身着古代衣服的女子 从玻璃后面窜了出来 她的指甲如同匕首一般锋利 直直地朝着自己的脖子伸出 与此同时 一道清光从身边闪过 她感觉到自己的身体 已经不由自己掌控了 轻飘飘地往后一挪 恰好躲过了这一劫 她被人轻轻地放在了地上 一分钟之内 彻底地失去了记忆 但是在那一分钟内 她听到了这样一段对话 接着她看到那个女子 被一个身着青衣的男人轻轻地拍了一张 然后就什么都不记得了 这个青衣的人 好面熟啊 冷依然曾经不止一次地在梦中见到过这个人 每次见到的都是她的背影 和扎文斌很像 曾经她还一度怀疑过自己是不是太在意那个男人了 以至于在梦中见到的都是她的背影 但是这几天 她一直在反复回想着 自己失去记忆前听到的和看到的那个画面 那个女人 为什么要我死 为什么我死了 她就能活 她是谁 是张文斌吗 她伤得好重 冷依然醒了就可以下地活动 她本就没有受伤 张文斌在上面那一层楼住院 抄子和卓雄以及大山轮流照顾 虽然醒了 但这场变故着实让她伤得不轻 肺部被肋骨贯穿 等于去了大半条命 内伤这是无法在短时间内愈合的 冷依然时常会去 在窗边看着那个被各种仪器包裹的男人 有些心痛 有些难受 她出院了 那口棺材起火了 连同那台仪器一起烧得是一干二净 这对于博物馆来说是重大的安全事故 文物属于国家资产 冷依然作为当时唯一的在场者 她必须负责 回去之后 等待她的是一指辞退性 三个月后 张文斌出院了 她一下子仿佛老了十岁 两病有了白发 回家之后 先是开了香糖 把天正一脉历代掌门的牌位 全都放了起来 又招呼和图过去 没有交代任何理由 同和图被逐出了尸门 她的硬件 法器 道袍 但凡一切和道士有关的东西 都被通通的没收 张文斌要她跪在列祖列宗面前 立下了毒誓 从此以后 不做道士 公元2014年 这一天 是清明 我和和图又相见了 她说 小姨啊 还记得小时候 她那么喜欢你 真可惜 不然 你就可能是我师兄了 也没什么可惜的 我始终记得 她救过我 还有 我小姨的命 和图 你能理解 她这么做吗 能 因为道士都会和神鬼打交道 天机泄露的太多 终究是没什么好下场的 所以 现在她只帮人看看风水 算命这种活啊 给再多的钱 她也是不会接的 现在她 她这类人呢 已经不叫做道士了 风水大师 或者说是某某高级顾问 外公的墓地是和图看的 隔着不远 对面那座山包 就是七里铺 那是扎文兵所在的村子 她说 走吧 带你去看看她吧 好啊 我去买点香纸 山不高 小的时候呢 我也爬过 还是那片板栗林 那些老坟包上 小的时候 我和和图 还经常去摘覆盆子吃 那玩意儿啊 最喜欢长在坟上 哎 好像有人啊 我看到一个穿着白衣的女人 似乎在山包上站着 她呀 她每年都来 啊 那她现在知道了吗 我好奇 扎文兵到底有没有告诉她 那个叫江玲珑的女子 为何会要她的命 或许知道 或许不知道 总之 以师父的性格 永远不会让这件事发生 提着香烛贡品 那位女子也见到了我们 她的脸依旧还是那么的干净 难得挤出了一丝笑 你们来了 是小易吧 好多年没看到你了 我一时语色 我到底该怎么叫她呢 冷遗 还是 宜然姐啊 时间再次回到那一年 扎文兵商誉出院 摆在他面前的 是这样一道难题 有两个瓶子 却只有一个盖子 盖住其中任何一个瓶子 另外一个瓶子呢 就得漏气 天煞孤星局 自古就无人可破 如意册中 七十二字真言 可以变幻莫测 唯一解不了的 便是天命所归 命由天生 这是一出残局 他从来就没有完整过 不光是扎文兵 他的前世 更多的前世 都在被这个局所困惑 犹如在唐门里的那个人 棺材破了 唐远山焦急地 护着老祖宗的身体 谁也不会料到 尸体在接触大地的那一瞬间 竟然断成了两截 唐门先祖的脑袋和脖子 失手分离 更让人觉得蹊跷的是 头和脖子之间 用的是一道符 那道符就像是一块透明胶 把断裂的伤口 缠了一整圈 水晶关爆裂的冲击力 让符址破裂 经过上千年 他早已经是破旧不堪 现场一片慌乱 河图告诉我 那口棺材里 其实埋了两个人 头呢是唐门的先祖 而身子则是另一个人 至于为什么会是这样 河图说 或许那就是代价 唐家需要兴旺 需要后世的香火 还能屹立在罗门之巅 风水是唐家先人 唯一能够实现 这一目标的可能 那个人呢 他又是谁啊 他就是扎闻兵看见的那个人 那个或许是他的前世吧 道是一个圣极而衰的过程 犹如月又盈亏 从巅峰的昆仑神话时代 他达到了巅峰 既然是近两千年的沉默 巴蜀是第二次引来的巅峰 难免再一次衰败 若是从这两段历史来看 每隔两千年是一个圣衰交替的变化 那么在一千年前 应该会迎来第三次的巅峰 这个时间恰恰是南宋末期 很可惜啊 到了南宋以后 由于京元的迅速崛起 我国的民族矛盾变得异常尖锐 统治阶级之间 为了争夺统治权 互相征伐 无暇顾及对道教的扶持 道教得不到很好的传播和发展 开始逐渐衰落下来 我们下集再见 南宋灭 北方少数民族的掌权 针对汉人的本土宗教 道教进行了一系列的异道的办法 对道教根本就不予重视 这或许也是命 道教失去了一次能够腾飞的机会 这是由于当时的政治原因 但是这一代的神话 也同样会注定破灭 因为有个人活着 他是不允许有别的神话出现的 宗教永远是和政治挂钩的 那个时代 不缺乏天资聪颖的道家门徒 其中扎文斌相信 那个人便是其中的佼佼者 他竟然能够预测到千年之后的自己 甚至是手拿武器的抄赞 并且把这幅图留了下来 但就凭这份能力 这人便足以有通天的本事 发现自己的命运不得更改 也就不足为奇了 得知了其中的奥秘之后 就如同他说的那句话 你想死后看着自己的肉身 慢慢的腐烂 慢慢的长蛆吗 没有人会愿意的 于是他和唐家的先祖一拍即合 一口棺材 两个人 一个要的是后世风调雨顺 一个要的则是肉身不服 时间注定还是会到来的 没有永久的保持 而扎文斌便是替他彻底解脱的那个人 回家之后的扎文斌并没有消极 反倒是一脸笑容 他整天拿着泥瓦匠的家伙事 往后山跑 就在那块埋着他全家的那块祖坟山上 他说要给自己准备一座坟 一座永远也打不开的坟 那时候他提出的这个要求 没有人觉得过于诧异 人活着的时候替自己修坟是很常见的 这座墓呢是抄子设计的 它结合了古今墓葬里的各种防盗术 采用的是地下防空洞的设计标准 用的混泥土标号 甚至可以抗击导弹的袭击 整整花了三个月的时间 一切都是有预兆的 全一晚扎文斌拿着箱纸独自上了坟山 他给自己的父母师父还有子女上香进贡 天亮了才下山 下山后立刻开了香堂 宣布把河图逐出师门 无论其他人如何劝阻 中午扎文斌买了酒肉 一向不喝酒的他大口喝酒 兄弟们推脱不过 只好作陪 殊不知他在酒肉里早已经下了药 让人足以昏睡上半天 傍晚当他们一个个从桌子上醒来的时候 扎文斌已经不知道去向 连同他一起不见的 还有放在祠堂里的那一排 天正道历代掌门灵牌 七星剑 掌门大印 道袍 乾坤带 如意侧 还有那只三足蝉 但凡一切和道士有关的东西 都不见了踪迹 而在房间的西边 那个曾经堆满点击的书房里 两只铁锅里 竟是燃烧过后的灰烬 他没有留下一句话 就这样走了 他们发了疯一般的到处寻找 最终 超子发现 那口新修大坟的断岩石 已经落下 这根本不是石头 而是一块彻底的钢板 足以媲美银行金库的厚度 只要从里面锁住锁扣 外面几乎是没有任何办法可以打开的 扎文斌就这样消失了 很多人都猜测 他是去了那座大坟 知道自己天术已尽 自己给自己埋了起来 也有人说 那不过是个幌子 他其实呢 是去了别的地方 找一处远离尘销的僻静处 慢慢地破解如意侧 或许能解开天煞孤星局 我问过河图 我说 以你看 天煞孤星是否真的无解啊 有解 世上没有无解的东西 只是你愿不愿意去做 煞局千百个 个个都是王神降临 劫煞皆为祸事 躲是躲不开的 唯一能做的便是破 破局就是破极 何为破极呢 单一世的天煞孤星 死了 这局便是破了 人死后轮回 前一世的事和这一世 自然就毫无相关 扎文斌是天煞孤星节 并不是出在自己身上 而是那个开始 天煞孤星是亮 是让他有影子的光 他便是靠着天煞孤星 才能生的 人有了影子才是人 没有影子的那是鬼 但是偏偏他的命魂又不会散 第一世的复制品是失败的 但是他被光照到了 有了影子 于是有了地魂 有了地魂 他就可以轮回 于是天给他准备了下意识的天魂 也就是天煞孤星 作为照亮他影子的光 他就是天煞孤星所生 只要他死后还会有魂魄 这个局就无解 河图说 这个办法我能想得到 我的师父肯定也能想得到 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 扎文斌总共有六枚灭魂钉 加上七香剑的灭魂咒 总计七枚 河图的办法是 活着的时候 用六枚灭魂钉 定住人的六处穴位 也就是封住人的六破 然后七香剑一剑传心 这般做的后果魂飞魄散 就如同一阵青烟 永远消失在了这个世界上 那他的女儿呢 我问道 河图指着那块小坟包说 那块坟包 以前连根草都不会折 今年倒长了几株眼味 天煞孤星菊不挤 他就永世会被锁在杨童渊 那到底解了没有啊 我很焦急地问 何图双手一摊 我也不知道 然后他就跪在地上 点了纸钱 说道 还是给师父多烧点香纸 这年头物价越来越贵 他那个人又不懂得怎么赚钱 以前啊 得罪的各路神仙又多 得多烧点 那尊目前摆了好些水光 何图自言自语道 下去啊 又要被他们说了 每一年我来的都是最迟的 啊 谁啊 还能有谁 那几位爷呗 冷依然默默地插了一句 早下 你抄子说 把他女儿也带来了 和苏苏长得真像 一个母子刻出来的 那孩子特年我 他跟我隔得不远 生意做得不错 下半年啊 卓雄叔叔估计要结婚了 到时候 我会安排人来接您 冷依啊 你是不是也该 这话到嘴边 我又停下来了 冷依然蹲下来 帮着何图扒了纸灰 好让纸烧得更充分些 他抬头看了眼那个坟包 久久地 他说了一句 我会一直在这里 一直等到他回来 看着那个冷艳冰霜的女人 她和当年唯一的区别 仅仅是从省城搬到了扎文兵的故居 超子和卓雄在几年前就已经带着大山去了香港 跟着唐远山一起做股玩交易 但是他们三人每年都会保证 有其中一个回到浙西北 回到这个小山村 回到他们的那个家 这座山包永远不会寂寞 每天早上 无论刮风下雨 都会有一个女人准时出现 带着饭菜碗碟 静静地坐在坟包前 一直到太阳下山 而每天的傍晚 都会有一个男人 拿着元宝蜡烛上山 一直守护到天亮 据说这座山上的每天中午十二点和晚上十二点 都会专时响起一声孤寡的蛤蟆叫 三百六十五天天天如此 好了 小艺啊 我们先下去吧 河图拍了拍手上的灰 对我说道 哦 等一下 我从篮子里 拿出了三册崭新的最后一个道士 一并丢进了火坑 好了 小艺 我们先下去吧 我又写了一个新的故事 叫道门网室 还是文宾书的故事 只要文宾书在 故事就不会结束 现在在喜马拉雅已经上架了 你要是有空 可以去听一下 在一个叫狗蛋的主播的主页 或者搜索道门网室就可以听了 我一定要把文宾书的故事 讲给更多的朋友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在最后一个道士完结之际呢 我们最后一个道士的第二步 也就是最后一个道士之 道门网室 现在已经在喜马拉雅上线了 您可以在主页搜索道门网室 或者在狗蛋的主页 就可以收听了 还是原班人马 为您带来更精彩的故事 记得给扎文宾一个五星好评啊 还有点赞订阅加月票 好了 记得在主页搜索道门网室 听完最后一个道士 一定要记得来啊 好了 我在道门网室 等着你 请不吝点赞订阅